历经十年筹备兴建以及三个月的市营运之后 新北市市立的土城医院在今天正式开幕了 新北市长侯友宜亲自出席剪彩仪式 也希望随着土城医院的启用 可以让树林 土城 英哥三峡地区的市民 有更完整 更完善的医疗服务 剪彩 新北市立土城医院正式宣布 新北市立土城医院在市长侯友宜亲自剪彩下正式启用 预计土城医院能服务一百二十万 土城树林三峡以及英哥的市民 以整合性医疗以及急重症医疗等特色 落实在地医疗服务 历时十年新建筹备的土城医院一共规划了三十九个医疗专科 总投资金额七十五亿元 是国内第三家BOT医院 由长庚集团新建并提供服务 舒缓新北市长期医疗不足的困境 土城医院除了有急重症的医疗之外 也将发展儿童医疗老人照顾以及癌症医疗等等 为在地居民提供更好的就义环境 记者综合报道